这些小区实施外围护改造和热机量改造 在墙体外侧涂上保温层 换上塑缸窗 并通过安装热平衡阀和热机量表等措施 使离热源远的住户也接受到同样的热量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所以健康的话题也是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流疫情的相关消息 卫生部今天下午是举行了一个新闻通缉会 相关的负责人表示 近期假流疫情在全球范围之内是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 目前已经累计报告了5000多例死亡病例 世卫组织认为实际发生和死亡人数还远远的超过报告数 那么截止到昨天 我国内地累计报告了假流确诊病例46000多例 其中重症病例有90多例 并且出现了死亡病例 当前有不少地方的流感样病例骤增 很多学校出现了聚集性病例 一些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流感的高发期 监测表明呢 目前有将近80%的流感病例为假流患者 病毒还没有发生变异 那么在今后的一段时期 疫情还将会继续的发展 而防控的形势将会更加的严峻 此外啊 针对近段时间 有部分网友反映陕西山东和浙江等数的少数地区注射假流疫苗收费一事 国家发改委呢 昨天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调查的结果 表示收费的项目其实是普通流感疫苗 或是小儿肺炎疫苗注射 而并不存在假流疫苗收费的情况 按照我们国家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规定 凡是纳入国家和地方免疫规划的疫苗 实行政府定价 由政府采购免费的向群众发放 而其他的疫苗是实行市场调节价 群众自愿自费的接种 而以上的收费疫苗就是属于后者 接下来呢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一同来关注一下国外的假流疫情和防控的情况 31号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称 与美国政府签约的五大制药公司 正在努力增加假流疫苗的产量 预计下一周将生产疫苗1000万只 截止到10月底 美国的疫苗产量为2660万 远远低于此前预期的4000万只 31号 乌克兰总统优先科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宣布 乌克兰已经有48人死于流感 5000人入院接受治疗 此外还有大约15万4000人感染 不过他没有说明此次流感是哪种类型 俄罗斯联邦卫生与社会发展部30号表示 莫斯科流感和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人数 比去年同期增长近80% 其中感染假型H1N流感病毒的患者 比例达到了75%至80% 从下周起 俄罗斯将向全国各地供应假型H1N流感疫苗 30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 对地铁站和学校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 并且将假流警报提升至黄色警报级别 由于全世界的假型H1N流感疫情正在加重 昨天开始的广交会三期展会上的口罩又再度出现了热销 商家不仅仅卖断了